這次要試的拉麵 是小友用蜆汁做湯底, 夠特別了 湯頭還要是每天新鮮直送 60斤大蜆熬煮而成 絕對沒有加味精 難怪得得到車他人一聲 我們又怎麼可以錯過呢? 我們人少少 不如點幾碗麵吃吧, 好嗎? 幾碗是五碗 因為我們要嘗完全部的口味才行 好 首先要介紹湯底, 因為這個湯底很厲害 首先每天都用60斤 還有這個蜆, 還有大蜆 沒錯, 還有其他湯底 例如有豚骨, 另外就是青魚 然後混合, 做了一個很清淡的湯 另外要介紹這裡的腦腫 就是要怎樣吃 首先要捧起手心 然後再聞一下香味 然後拉麵一定的, 一定要喝一喝湯 好, 這個時候可以夾拉麵了 對, 你吃的是鹽味的拉麵 鹽味, 湯底會比較清 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香料 譬如這個, 它有一個醬 那個是牛肝菌的醬 對, 另外會有香草 還有煙肉碎 對, 另外當然有京蔥 我覺得麵掛到湯 這口麵已經夠完美了 而且這裡的水也是厲害的 因為是一個日本很著名的 過濾水品牌的水 另外麵也是北海道的辨分 你怎麼吃得反省 我不知道, 我肚餓, 我覺得很好吃 好, 我試試這個 就是醬油的拉麵 首先這裡, 看到嗎? 這是黑松露的醬 另外, 大家未必看到 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牛肝菌的油 和牛肝菌的粉 我第一次聽, 做得這麼精細 對, 嘗嘗, 我先喝一口湯 我覺得要吃豚肉, 嘗嘗一嘗 當然要了 入口即溶的感覺 為什麼可以做到入口即溶呢 因為這裡的豚肉 也是用慢煮的方式來做的 所以一定是入口即溶 另外就是這個 三層肉, 看到嗎? 放進口嘗嘗嘗 你明白我剛才的感覺嗎? 你明白嗎?幸福的感覺 入口即溶 而且豚肉的味道很濃… 不行, 我先試拉麵 因為我還沒吃 這個麵粉… 還有顆粒 對, 有點火粒 嘗嘗這個北海道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拉麵, 這種拉麵 會掛到很多湯 而湯底真的很重要 對, 不好意思 特地要吃得這麼大 要證明它有多好吃 很好吃 再喝一口湯 這塊排隊是很直的 對 所以我們快點嘗這幾個吧 對…我們先嘗嘗這個 就是八層骨拉麵 好, 我們先嘗嘗這個魚味 先嘗嘗, 因為待會兒還有其他口味 可以嘗嘗 你知道這個湯底煮了多久嗎? 八小時 對 八小時, 大哥 我們平時睡覺也不能睡八小時 是 但熬也要熬八小時 證明它多有心做 還有順帶一提 這裡全部的湯底沒有味道 很香 對, 味道很香 為了令觀眾感受到這碗麵很好吃 我們冷藏得挺濃烈 對吧 對, 而且剛才的清湯 這個湯比較濃烈 它的濃稠 而且有時候你會吃到一些 是加了奶的 這個你肯定先沒有加奶吧 它完全是骨湯的感覺 好, 嘗嘗這個 這個就是煙燻黑椒囤骨拉麵 這是什麼?看看 這是什麼? 我先嘗嘗 煙肉 沒錯 另外這個, 肉水 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炸過的牛綁條 牛綁條其實很好吃 好, 嘗嘗 炸得很脆 好吃 好, 嘗嘗湯底吧, 對吧 煙燻黑椒到底是什麼濃烈呢 這個口味很喜歡 其實我覺得煙燻的味道不濃 但是黑胡椒的味道 是嗎?搶出來的 而且沒想到 說真的, 拉麵是第一次吃到 是有胡椒味的